俗語說手心雙通 置如其人 說明了一個人的筆跡 會在無意之間反映他的性格 智力 思維邏輯 甚至心理變化 筆跡可以窺探一個人的性格 而寫英文字就更加可以分析得精準一些 讓我都趁這個機會寫幾句 讓專家分析一下 那我們就看這個筆跡 其實當我們去看這個筆跡的時候 有幾樣東西可以看到的 首先第一 看看你願不願意接觸人群 其實你也是一個很肯走進去 一些人群當中的 你也不抗拒 第二樣東西可以看到你其實是一個很獨立的人 你也不是很花一天幫你 你盡可能做到事的你也會自己做的 你個人思想都流暢的 還有你也挺能夠複製的 如果我叫你同一時間做三樣東西 其實你也能處理到的 很厲害 Micky 問我幾隻字 你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聽跟你形容的差不多 我個人是比較動立 還有我 可能因為我平時做的職業的關係 令到我自己能夠建立這個技能 其實Micky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從這個筆跡 就可以分析到一個人的性格 究竟原理是什麼 首先我們筆跡分析 也不是一些新鮮的東西 也有過百年歷史的發展 以前有一群心理學家 也有一群哲學家 他們發現原來筆跡 可以透露人的性格 甚至是想法 正如我剛才說 其實我哪裏看到你獨立的 譬如你寫個I字 其實英文字母I 其中一個可以看到的地方 就是你做事是怎樣的 你的性格是怎樣的 有些人寫字 寫I好像一個公字 一橫一直一橫 很傳統的英文字母I 有些就好像你一動寫下來的I 其實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兩種筆跡 都會看到你是獨立還是不獨立 這個I可以說是獨立 我們筆跡分析裡面會說 一個字 如果有人說字大 即字體比較大 其實個人都會比較願意站在前面 即比較厚高的 亦是願意表現給別人看 他願意站在前面那一排 小一點的可能會站在厚一點 可能自信心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大 譬如寫字帶勢力 我們都會看到 究竟你一個人是否熱情 是否積極 究竟你做人有沒有動力 我們英文叫PASSION 又或者其實自信力 是否代表他沒有動力 沒有什麼 不是的 他相對是比較內斂 其實這些都可以給我們一些端藝 我們看到那個人是怎樣的 其實字跡除了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性格 我聽說過 都可以看到一個人有沒有壓力 或者他的情緒 是否爆補 是否真的 都可以的 其實簡單一點 或者平時情緒比較高漲 尤其是被老闆罵完的時候 你寫字也會比較大力 事實上知道 如果你的筆壓比較大 我們都會看到你的情緒比較重 比較大 壓力大的人寫字壓力也比較大 但是是否說我字壓小就沒有壓力 都不是的 我們要再看其他東西 至於你說我寫得 譬如速度 究竟我是否一個很急躁的人 都未必 但起碼證明你的人是要快的 這個可以讓我們看到 你的性格是怎樣 甚至乎我們不惜 會否看到人際關係 都可以看到的 譬如有些人是 譬如剛才說 自大比較外向一點的 活力型一點的 或者自小可能比較內斂一點的 其實都可以看到 如果我改變了我自己寫字的方法 字型大小的全部改變 我的性格是否都會改變得到 其實終極來說是可以的 很簡單的說個例子 你應該聽說有書法 我們以前小時候都會寫無不字書法 現在其實都有書法治療 情況或者原理 都是有少少跟不值分析有的關係 當我們的字有改變的時候 不多不少都會改變了我們的性格 譬如人們說寫字可以修心養成 寫無不書法就是這樣 不過又這樣說 不值分析始終都不是魔法 不會你今天改變完明天就馬上變得很好 譬如我明明是一個內向的人 我寫字比較健碩 可能我寫兩天 就會變得很內向 那又不是的 是真的要以月二年的時間去改變 所以我剛才說 終極是可以的 但就真的可以 看你究竟有多想去改變這個性格 或者這個性格改變了之後 對你有多大的好處 越大的動力 就越能夠令到你去真正去改變那個筆跡 當它改變了筆跡之後 你的性格就會不少有些改變的